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我是盖 今天是一个关于维巾的细法教学视频 那其实也不能说是教学吧 因为我真的也就只会那么几种细法 那我就舔着脸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啊 就是为什么我在收藏夹里面 收藏了那么那么多维巾的细法教学 可是真正等到我要用的时候 我一个都想不起来 其实维巾啊除了保暖以外 它对于我们的时尚穿戴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它可以很好的在你的整身office里面 制造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关于细法的很重要的点 就是它能够很好的修饰我们的下额脚 很好的修饰我们的下额脚 还有我们颈部 尤其是对一些远身人啊 方额心人啊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建议大家在做维巾的细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下面这个要素 就是从你的耳后这个地方出发 从你耳后开始一直到你的胸部最上端 制造一个倒三角形 只要你掌握到这一点 并且在整理的时候 往这一点上面整理 对你的脸部的修饰度 就会一定比较好看 针对不同的围巾呢 我也有对于它们不同的一些戏法 第一种围巾啊 其实就是这种围巾 这种围巾呢 是我们非常司空见惯的 很经典很经典的这种羊毛围巾 我手头上有非常多的这种羊毛围巾 而且大部分都是纯色的 最多的其实是Acne他们家这个围巾 Acne这个围巾之所以能够成为网红围巾 并且经久不衰 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足够的厚重 那为这种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简单 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子会觉得说 哎会溜下来 如果你很担心会溜下来呢 就一定要把这个拉起来 往前面塞 这样子呢就可以很好的 在里面这个紧固之上的堆叠感 这一类围巾它是最不挑外套的 就不管你配什么样的外套 它都非常非常的合理 在这种围巾的时候 我就更加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头发给藏藏好 就藏在围巾里面有一定的怒孵性 然后围巾给你修饰好 才会显得整个人很干净利落 其实今年我还买了一个新的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在官网上面 他们管它叫做樱桃红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它就是比较偏向于暗调的那种红色 然后这个是新的版本 我觉得新的版本会比旧的版本感觉更软一点 更舒服一点 个人还挺推荐说在今年的时候 可以去买一些Acne的围巾 都有一些折扣 像这个我就是折扣买的 这条我记得原先的价格是190多吧 然后这个是160多买下来的 通完Acne呢 我们就要说到它的评价版本 知道有很多的国内小众设计师 他们做的好像还挺不错的 就可以完美复刻Acne的那个厚重感 但是就我自己尝试过的高阶品牌来说 其实是很难的 比如像这个 如果我用刚刚的这个围巾 那像这种围巾呢 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折皱感不够 就是它的堆叠感是不太行的 所以你就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给它往后推 这样子来制造一个在这边的一个堆叠感和厚重感 这样子看起来呢才会比较好的去修饰你的头脸效果 更或者你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就是直接在这个地方挂住 这个方法非常适用于所有你觉得自己的围巾不过厚重的人 是吧 这样子一围就感觉它厚重了很多 也比较适合去搭配一些比较厚重的外套 第二类围巾呢就是这种围巾 像这个围巾呢 我会尽可能避免有太复杂的围巾 因为但反正有太复杂的打结的方法的时候 就会造成在这个地方有特别多的堆叠感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在穿大衣的时候 就直接这样子给它搭拉过来 然后这个直接给它搭拉往后面 塞到前面来 可以像在这个地方这样子稍微折一点 我觉得越厚重的围巾 你一定要让你的脸上的陆肤性和留白性越多 这样子看起来才会比较的整洁一点 那除此以外呢 它其实还有第二种围巾 如果你冬天有去一些特别特别冷的地方 想把自己藏起来 留它比较短的这一面 我尽可能会把留苏留在就在这 然后给它放在上面来 放上来以后先往这边卷第一层 第一层以后呢 给它尽量的给它扯平 扯平以后再卷一层 那刚刚这个地方不是就有两圈了吗 两圈选择下面的这一圈 给它塞下去 拉到前面来 围越蓬松的围巾就一定要把头发整理得越干净 那这种围巾呢 其实还非常的适合 你可以去搭配一些非常大的熊外套去穿 这样是不是就特别像要去哪里过冬 而且就是妈妈绝对不会担心你会冷的这种穿法 特别特别适合 就下一秒就可以去北海道拍雪景 那如果有特别特别冷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一秒把自己搞消失 像这样 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一类围巾 这一类围巾它是一种比较短 然后宽度也没有特别宽的 但是中间有个洞 这个是今年可替他们家的那一款围巾 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围巾 前两天有收到一个小伙伴的评论嘛 就问我说这个围巾要怎么样围比较好看 所以我就示范一下给大家看 这个围巾因为它足够的厚 所以呢你其实是可以利用它的这个厚度 去做一个褶皱感的 那我会把这个商标这个标标藏在里面 它不是有长短两节吗 就直接 这个地方 从这边骑式这样子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 然后稍微做一下整理 可以利用它这种双面性 去做一个褶皱上面和颜色上面的一个 让你的脸部的线条往下拉的这种质感 像这种围巾 我觉得它就会比较适合 配一些短款的小外套 如果配一些特别长的 会显得整个重量感不是特别的齐 那最后一种围巾呢 就是这一类围巾 这种围巾它是一种百分之百羊绒的 因为羊绒的材质本身就会比羊毛更加的轻量化一些 所以羊绒的材质的围巾非常适合你的颈部 特别敏感的人 因为羊绒围巾呢 它随之而来的一个小问题就是 因为它的厚重感不重 所以如果你只是这样子大拉过来 会不会显得我头特别特别的大 处理这种的时候的方法呢 就是你选一个比较短的地方 这个终结点是在胸部结束的地方 胸部在下面 往这软一圈以后呢 过来 给它这边一定要躺到下面 这边 这个 这样子过来 打一个结 打一个结以后 把这个结调整到你的颈部 你看这样子是不是自然而然 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堆叠感 那也会更加的修饰你的脸型一点 像这种围巾 我觉得它就非常的适合去配一些肩线 没有特别oversize的那种大衣 还有一些版型啊 比较利落的西装大衣这一类的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是一个非常短小艰悍的视频 那希望我的这些小方法 对你们在冬天的时候 我以为已经有个 有个作用吧 就有个帮助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